大家好,我是胖胖樹 喜歡熱帶語言植物的胖胖樹瑞敏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跟分享我們的第二本書 首先上的什麼東西 我自己從大學時期在公館念書的時候 就喜歡上這個東南亞料理 那除了公館,我自己故鄉第一廣場 還有桃園、台南、高雄 各地只要有這個東南亞美食、小吃的地方 都專程跑去吃過好幾次 除了大家熟悉的這個越南河粉、台式料品之外 像大家比較陌生的沛育英牛肉清湯 一年的首都吉他 整個民各國的小吃美食 也都是我很喜歡 我常買來吃的點心 那這本書就集結了我 雖然波尼來吃東南亞料 然後再走各地找東南亞出國香料的資料資訊 這本書裡面一共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藉由美食的特色 然後來介紹東南亞各國的歷史和文化 最重要的是還有我了解到的這些國家 在過去跟台灣之間的觀念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我到台灣各地特色的 找不到東南亞魚子 或香料蔬果的地方去觀察紀錄的過程 那每一個章集裡面每篇五章都有介紹幾種 這個東南亞的蔬果或香料 全書大概介紹了一百多種植物 我想要藉由這本書讓大家認知我心目中 不管是在藝人池、文化、歷史或生態 都豐富多元的東南亞 那書的這個封面也是我們跟編輯看設計師討論過 特別去安排 大家可以看得到 書上其實有一個東南亞的地圖 那上面頂圖全部都是我自己熟悉的一些東南亞的植物 還有香料 那特別用不同的顏色來代表 這個粉紅色的色塊代表的就是辣 這個有點乳黃色的 這個顏色代表的是酸 藉由這兩個顏色代表東南亞的料理中 酸酸辣辣的口感 那底色這個灰綠色呢 是這個柬埔寨烏哥庫斯壁的顏色 那想要藉由這個顏色來代表東南亞神秘的色彩 那中間還有一個淡淡的折現其實就是橫臉的概念 要讓大家掀開東南亞神秘的面紗 字體的部分也是討論完參考泰文的這個小圈圈 還有這個勾勾 這個都是參考泰文來設計的這個字型 那最後是大家會發現這個是一個橫臉的封面 那其實它是一本十四個右翻桌 會特別設計成一個封面呢 就是希望藉由旋轉書的這個動作 來比喻翻轉大家對東南亞的印象 那這本書是今年今年獎回獎的版書 特別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在週末的時候 可以帶點本書 那我各地的東南亞市集 來一趟演出國的體驗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роб